好,我们继续开始第三节 看事实化对宗教会产生什么影响 事实化对宗教的影响 谈到事实化对宗教的影响的时候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 或者最突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宗教消枉论 宗教消枉论 在我们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话 这个宗教消枉论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书 怎么来看待这个宗教消枉论 很具体地联系到 我们宗教政策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 一般来说 对于这个宗教消枉论 我们经历过几个阶段的一个认识的发展 对宗教的消枉论 对宗教的消枉采取过几种不同的态度 首先 宗教消枉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的话 在马克思论的宗教观里面 宗教消枉 宗教是必须会消枉的 但是宗教的消枉的条件是什么 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 比如说我们今天是社会的初期阶段 宗教会不会在今天消枉 可能再往前推个三十年 大家会觉得消灭宗教 宗教马上会消枉 我们只要把它消灭掉 它就没有了 这是我们后面说的消灭宗教 但是 马克思是怎么看的 或者说马克思是宗教观 怎么来看这个宗教消枉论 这个是我们在研究宗教世俗化 对宗教产生的影响的 这个内容里面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怎样来理解宗教消枉 宗教 第一个回答宗教会不会消枉 第二个是宗教什么消枉 再回到了宗教肯定会消枉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他进一步谈到宗教是怎么消枉的 我们来看马克思他个人是怎么来的 来论述这一个宗教消枉的 他是这样说的 他对于宗教消枉的论述 他说只有当实际 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及明白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 现实世界的宗教反应才会消失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及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 有计则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 他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面纱宣调 最后马克思强调 他说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和一系列物质生产条件 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场 后来到中国共产党在论述它的宗教观的时候 就谈到了另外一边的共产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宗教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 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也可能会有宗教存在 宗教也不一定会消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宗教消亡论 它的核心并不知道 宗教是不是 是否会消亡 而是宗教在什么条件下消亡 要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这一个 对于宗教消亡的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一个认识和限制以后 我们就不会得出 要通过行政手段 通过暴力手段来消灭宗教 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所以也就不会扫走一些 也就会扫走一些弯路 不会对宗教采取一些过种的一些行为 所以它在宗教消亡论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 中国共产党的或者说中国的 对待这个宗教的政策 它的一个论述的核心的基点 一个基点就是宗教的长期性 宗教会长期存在 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的理想实现 宗教也可能会存在 这样的论断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 我们具体来看和这个宗教消亡论 因为宗教事实化这样的一个趋势出现以后 很多宗教界的人士 很多西方的一些学生 他们自然的就会考虑到这个宗教的走向问题 宗教是走向低潮流 还是宗教彻底的消亡 还是宗教经过一段低潮流 再走向高潮流 应该存于不同的立场 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但是我们看具体的社会现实 在现实世界中间 宗教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 在这个世俗化为背景的这一个时代之下 宗教如何存在 它是萎缩了的 还是在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简单的用一组数字来说明问题 宗教的人口 根据相关的统计 在1980年的时候 当时世界是42.88亿人口 就是接近43亿人口 当时的宗教信徒是25.78亿 比例大概在那边62% 过了十年到1990年的时候 世界人口达到50亿 这个时候 宗教信徒 各种宗教信徒 达到了37.5亿 占的比例 70% 从人口的绝对数到战主人口的比例 宗教信徒还将不断地上升 让这个上升过程 会不会把他出现一个拐点 我们现在还有观察 新的最新的统计数据 还没出来 我们去年 是前年 被用的是世界70亿人口 打算了 70亿人口 那么70亿人口到底多少宗教信徒 和这一个90年代 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趋势 还有得容易观察 但是从已有的数据 可以看出宗教还是在发展 而且在人口里面的话 它占有主要的人口数量 宗教 宗教世俗化 被宗教带了很多问题 但是它带来的不是 起码在 我们现当的社会 它带来的不是宗教消亡 宗教的长期存在 不仅在中国 而且在全世界 都是一个客观的一个现实 一个历史的事实 用了这样一个认识以后 我们再看宗教 宗教世俗化 为什么 在宗教改革以后 一个方面出现了 世俗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同时又出现了 我们刚才 这里举出来的 宗教领口 不管从绝对数量 还是从这一个 在总文口的比例上面来说 它的一种快速的上升 这是一个什么原因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说 可以用宗教世俗化的 自我限制特征来解释 也就是我前面 给大家讲这个 宗教神仙化和世俗化的时候 说过一种中百人 中百人 美国的学者亨定顿 他在文明的冲突 以世界次序的重建 这里书里面 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他说 全球性 宗教复兴最明显最突出 也是最强有力的原因 恰恰使那些被认为 会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 我们认为科学的发展 会导致宗教的消亡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科学的发展 信息技术的发展 导致了 网上传教 这个宗教传播的一种 快速便捷 而且是一种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所以我们肯定的他说 我们以前认为的 那些被认为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 恰恰是 推动宗教最强有的原因 他说二十世纪后半年席卷世界的社会 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是推动了 宗教复兴的最强有的原因 那这些东西的话 恰好是我们认为 会导致宗教消亡的 这是一个 悖论式的一个问题 我们克制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要解释它的话 我觉得 从这个宗教的 神圣化和世俗化怎样 这个是一个关系 当世俗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这个社会它有一种本能的倾向 在向神圣化的这个程度去圆化 具体来说的话 具体来说的话 在这一个宗教的发展 在这样的一种自我的限制 在中白运动过程之中 出现了所谓的 历世俗化运动 历世俗化运动 历世俗化运动的话 有两个突出的表现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宗教复兴运动 宗教复兴运动的话 有几个层面 一个层面的话 是一些第三世界 像这个非洲 像南北洲 甚至在中国 或在一段时期之内的话 因为受到外来的压力 西方之间是一个压迫 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 这个次序的崩溃 崩溃了以后 当地的人 当地的宗教 他们出于一种 生存的本能 出于一种 民主的本能 出于一种 经济的需求 各个方面的一些综合的原因 导致了他们寻求一种宗教的复兴 把传统宗教 通过传统宗教的复兴来 兴趣重新营进民旧 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 建立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 这样的一种 立在的需求 导致了 宗教的复兴 宗教在第三世界的复兴 而且主要表现 传统宗教的复兴 而在一些人类学家 一些西方人类学家 眼里看到的一些像 鬼舞运动 船货运动 这个宗教人类学 你们关注的一些典型的 宗教复兴运动的话 都带着这个色彩 他们本民族的一些 传统的宗教文化 在面临外来的一些宗教 和经济政治 军事压迫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反应 导致一种宗教佛兴 这是一种形式的 而我们今天说的 更多的一种宗教佛兴的话 就是传统宗教 传统宗教的重新获得升级 这是一个成名 另外一个成名就是 所谓的新兴宗教运动 新兴宗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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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出现 从某种程度上 它表明了 这一个传统宗教 不能满足于 现实中的人们 对于宗教 对于信仰 等一种 多方面的一种需求 而且这样一种模式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 人类历史上面 当传统的宗教 它发展到一定的极致的时候 它会走向一种僵化 走向僵化以后 就不会满足这个人们 对于宗教的一种需求 就会有新的宗教 会出现取代 或者推动传统宗教 这样的话 就出现出现 新兴宗教运动 新兴宗教运动的话 在当今这个时代 在全球范围里 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非常突出的现象 我想我们中国 中国的话 在改革开放以来 新兴宗教 已经成为了一个 很突出的现象 在新兴宗教 我想我们一般的人的话 在了解新兴宗教的时候 更多的是 所谓的邪教 这个角度 那也就是什么 新兴宗教 不过邪教 往往是新兴宗教中间的 极小一部分的 极端的 具有危害性的 对不同的教派 和大多数的清兴宗教 还在 出现现变 发展过程之中 而这个世界的话 它主要一种 自我限制特征 世俗化 主要一种自我限制特征 表现出神圣化和世俗化的一种 宗百运动 宗百运动 既有 世俗化运动 也有 历世俗化运动 所谓的历世俗化运动 也就是所谓的 神圣化运动 所以神圣世俗 神圣世俗 就这样描述 在世俗化的发展过程之中的话 除了这样的一种 历世俗化运动的话 还带来一个很重要的 副产品 或者重要的一个结果 就是所谓的宗教的多元化 多元主义 宗教开始出现了一些多元 在传统的社会里面的话 传统的宗教 像西方的话 政教合一的 这样一种宗教 宗教改革以后的话 出现的教权国际 这样一种宗教模式 它的突出的表现 在某一个国家 甚至在整个欧洲地区 出现某一个宗教 某一个宗教教派 处于一种绝对的 支配性的这样一个地位 而且在今天的话 还有很多国家的国教 但是随着世俗化的发展 这样的一种 国教 这样的一种某一个宗教 某一个教派 在某一个时期 某一个区域占据 支配性主导性的地位的 这一个状况 被根本性的打破 今天的话 成了一个宗教多元化的事 没有任何一个宗教 可以垄断 宗教市场 处于这种垄断的地位 所以说 多元主义 多元化的出现 它本身就是非垄断化 对于某一宗教的一种垄断地位的一种突破 这样的话 宗教在这个整个社会秩序之中 整个社会架构之中 它就不是一种 社会 社会政治主流中间的话 它不是一种主文化 它成为了一种 亚世界亚文化 具体表现在 宗教成为诗人的事情 宗教成为诗人的事情 在一个群体里面 这个人信仰过一个宗教 旁边的一个人信仰另外一个宗教 两个人之间可以进行很好的合作 科研合作 政治合作 学术合作 但是他们 不会 在 宗教信仰方面的话 发生一些冲突甚至 他们彼此之间 不会交谈到这个宗教信仰 他说因为宗教信仰 是一个非常诗人化的事情 诗人化 从打破垄断 到成为一个亚世界亚文化 在最后进入一个诗人化的状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 当然这个结果也是相对的 我们的宗教的这一个诗人化 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现象 第二个层面 从这一个 出现了打破垄断以后 出现了一种多元的宗教的共存 不同的宗教 在同一个时期 在从一个地点 集中出现的时候 怎么办 怎么办 按照传统来说的话 那就通过宗教纷争 通过战争 把对方消灭掉 或者转化过来 通过暴力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 是不同的 怎么办 所以西方提出了一个 很多学生提出一个 宗教经济学的一个原则 市场原则 宗教进入所谓的一个宗教市场 宗教是产品 要放到宗教市场上面去进行买卖 再一个概念 我们 进到一个商店 进到一个超市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商品 平等的摆在货架上面 按照区域摆放 然后顾客进去了的话 自由的选择 要哪一个 不要哪一个 由个人决定 宗教现在也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叫宗教超市 宗教的传播的话 它的发展 要服从市场逻辑 所以现在很多 宗教机构 它为了通过这一个 经济学的原则 经济学的原理 来研究这个宗教的 传播的一些规律 而且把这样的一些理论 直接运用到 它的传播过程中 宗教和市场的这样一种迎接 当然这是一种形象化的一个类别 并不是说 把宗教作为一个产品去卖钱 它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说 宗教作为一个产品 进入市场以后 它不能产生经济效应 它也可以产生经济效应 而且是 宗教传播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宗教进入市场 进行买卖 所谓的宗教超市 服从一种市场的逻辑 这是多元主义的 导致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后果 第三个 就是宗教机构的官僚化 宗教进入这一个市场 要适应这个时代 我们知道市场的话 一个企业 它会有它的策划部 它有市场部 它有它的管理架构 市场推广模式 所有的这些东西的完善的话 都需要有一个官僚机构 需要一个科层架构 科层架构 这样宗教进入了市场 要在市场中间竞争 按照市场逻辑来 运作的话 它必然也需要这样的一个 宗教内部的这样的一种组织架构 你要为了适应这一个市场经济的需要的话 它也要做一些改变 所以理性化 理性化的标志 所谓科层枝的话 恰好是近代以来的这样一种 理性的组织经济行为的这样一种标志 和尚里面的话 比方说出教来 我们说佛教 少林士的话 他要走向市场 他要以市场模式来推广他的宗教和文化的时候 他也必然要 实应这个市场的一般的运作威力 所以他传统的这样一种教制人员的一种架构模式的话 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的发展 而随着实应这个市场模式的话 就出现了我们今天说的一些现象 很多出家人 他在政府里面 在这一个政权里面 他有他的级别 在他的内部的架构里面 他也有他的级别 这种双重的一种模式 所以经常有人调侃出了这一个 触及和尚 听及的神父 还有什么什么的这样的一些 他就是这样的科成的模式 科成的模式表现的突出就是 所调侃出的宗教机构的官僚化 科成化 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 很异常的现象 其实是宗教进入一种多元时代以后 进入这样的一种 宗教超市 服从市场逻辑以后 还有必然的选择 当然这个选择里面的话 他同时会成了一些奖励 如何把它用传统的神圣的一面 和这一个世俗的一面 把它很好的协调起来 组织起来 最后一个就是宗教内容的主观化 传统的宗教 它的神学里面的话 它最强调的是 对于一种宇宙和历史的 总体的把握 世界观 宇宙论 历史观 一个宏观的 一种架构和叙事 但是 随着多元化以后 宗教在这个多元化的市场里面 要 获取市场份额 要取得突破 它必要要强调另外一点 就是迎合个人 这个私人化的时代 要迎合个人 要关心个人的生存处境 和心理状况 所以导致宗教内容的主观化 关心你的身心健康 像心灵鸡汤式的一些产品 要远远不断地给它生存出来 所以我们下个星期的话 我们要组织学生到 一个宗教场所去 考察所谓的 健康 健康产 健康产 到底是一个什么行为 其实这个就是 宗教内容的主观化 关心个人的身心健康 最后我们看一看 宗教世俗化 与现当代神学 西方现当代神学 它的发展的话 有很多的脉络 非常的复杂 但是我们从这个 宗教的神圣化和世俗化 这个二分的维度 来进行分析的话 是很好的可以 把握住它的一个 和谐的线条 首先我们说 当代的神学 处于一种两难的处境 什么两难的处境呢 也就是我们说的 它是选择神圣化 还是选择世俗化 或者说 在神圣化和世俗化之间 怎样保持一种平衡 在这个世俗化的过程之中 它是采取一种抗拒 还是采取一种顺应 这个是神学 要必须做出的选择 如果是在选择过程之中的话 如何因为选择另外一 这一面的时候 要保留另外一面 在这两者之间 做到均衡 所以当代神学的两难处境 今天的神学已经不可能 只关注一面 只关注神圣的一面 而彻底的抛弃世俗的一面 或者说 只是关注世俗的一面 彻底的抛弃世俗的一面 谁就不可能 彻底的抛弃世俗的一面 谁就不可能 他必要在两者之间 做一种折衷 这就是他的处境 我们从具体来看 宗教改革以后 形成了新教 新教的神学 发展了一百多年以后 出现了所谓的正统派神学 正统派神学 它的这一种理论模式的话 和这个中世纪的神学的理论模式 从根本上来说它的差别不大 它在早期的反对中世纪的那种神学的 僵化教条的过程之中 表现出来的活力 通过这一种正统化 通过形成正统神学 已经彻底伤识掉了 所以说 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的正统派神学 经过一百多年 两百多年的发展以后 它自身有一个僵化的问题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 宗教内部神学内部的话 通过不同的运动 对于这样的一种僵化 出现了反抗 第一个就是前进主义 第二个是理性主义 前进主义的话 它的典型的作品 就是用主观的情感 主观的情感 个人的感受 来代替客观的教育 主观的情感 代替客观的教育 理性主义的话 它是把这一个 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的话 哲学 近代科学思想的发展 要把现代的一些知识的发展 把它运用到神学中间来 也就是说神学 向现代科学 现代的哲学 开放 开放 走向一种 与现代思想相适应的 这样的一个途径 主要用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 应该来说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前进主义的话 它代表了一种神圣的一面 而理性主义代表了一种相对来说 是一种世俗的一面 这两者之间的话 从正统主义里面把它脱离出来 脱离出来 或者说正体 正统派的神学 不可能把这两者之间如何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就各自发展 前进主义 前进主义的话 每一次都是在宗教面临它的僵化的时候 它出来 刺激宗教的迅猛来发展 所以西方历史上 像美国的每一次的大觉醒运动 都是和前进主义 离不开的 那前进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还有必然会走向理性主义 它要建立它自己的一些架构 这个是他们内部的一些关系 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的话 它要处理的核心的问题就是理性 和信仰和启示的关系的问题 理性主义它发展到它的极端的时候 很自然的 就会走向所谓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话 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 我们要有一个常识 就是说讲到神学里面的自由主义 和这一个一般人们谈到的自由主义 它是不同的含义的 不同的含义的 神学里面的自由主义 不等于这个现实 一般的世俗理论的哲学里面的自由主义 在神学里面 它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很典型的特点 就是彻底的现实性 关注现实世界 要回到宗教体验 在具体的宗教体验中间 来感受宗教 要通过一种 具体的体验来提升人的道德素养 然后来为集体服务 最后出现了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又出现了所有的社会福音 关注社会秩序的建立 而且出于一种比较乐观的这样的形象 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 又面临了另外一个 就是正统主义 它的一个挑战 或者它自身就面临了这样一个需求 我们怎么来看呢 要是从这个宗教的神圣化和世俗化 这两者的中板运动 在百项世俗化的程度 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它又必要面临压力走向神圣化 当神圣化倒到一定极端的时刻 又会倒向世俗化 在这两者之间走向平衡 就是西方的神学 他们所运行整个的一些问题 新正统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对于这一个正统主义和自由主义 这样的一种调整 也表达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中板的事 中板的事 把两者之间怎么样进行一种折衷 这一种折衷 所以通过西方神学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话 我们来分析宗教的世俗化 与神学的未来发展 要分析起来可能非常复杂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 模式的说法 从理念方面来说的话 就是中板模式 宗教神圣化和宗教世俗化 这样一种内在的张力 那种自我限制 不可能 一个方面的不限制的发展到另外一个方面的 彻底的服饰 所以在未来的神学的 建构过程之中 我们可能会发现更多的是综合性的神学 在这种综合性的神学之中 它既注重神圣的一面 又注重人的一面 又注重人的一面 又注重自然的一面 也就是说把这个神圣和世俗 把它统一起来 我想这个应该是 西方的现当代神学发展的一个主要的趋势 也是宗教的世俗化 给这一个西方的现当的神学 带来的一种很直接的一个后果 今天还有一个思考题 叫宗教多元主 宗教世俗化的关系 添封 影俗 Sofia 对 三 憨俗 吴 广 雨 那么 移